近日有玩家收购了一个牛仔小号 该账号中的皮肤很少 牛仔的时装只有一款蜡烛人 所以价格方面并不高 只有40块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号很新 由于账号主人几乎没时间打理的原因 完全可以当作是主号来培养 玩家思来想去后觉得这笔买卖还行 于是就决定登录验号 看看是否和自己心意 验号后玩家果断买了 背后的原因是该账号中 居然有牛仔的断件挂件 本身蜡烛人时装是不值钱的 但该挂件的价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40块 藏宝格里面拥有该挂件的账号 普遍也在80网上 这一波简陋成功 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断件的稀缺性 该挂件的获取方式早已断绝 是在深渊三中个人战斗次数 达到80次才可以领取到 顺带一提的是 早期的断件挂件是没有限定标签的 是后来深渊三下架后才添加的限定标 可能是号主人没在意这回事 加上没时间打理 这才被玩家捡了漏 估计还有同学们也不知道 这个挂件加了限定标签吧 说实话 花40块基本上逃不到什么好账号 都是一些很普通很常见的道具 但是如若你发现账号中 有什么关于限定标签的道具 那就是买的值 因为这样的道具往往都会给账号提高价值 甚至比一些皮肤还要稀有 那么问题来了 你账号中最有价值的道具是什么呢